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徐荣江 以来县长林姿庙与县府团队爆发弊案 前天遭检联二度搜索约谈 并申请羁押 昨天法院裁定80万元交保 林姿庙今天上午召开记者会 哽咽痛哭声泪俱下 说受到污蔑严重影响个人声誉 对手却终日饮宴 轻松面对年底的选战 还对四名子女抱歉 说妈妈没有保护好你们 让你们受到伤害 林姿庙念完稿子就离开 通篇没有澄清弊案的疑点 也没有回应记者的问题 昨天我们节目就讨论到 林姿庙可能打悲情牌 果然林姿庙今天泪崩 但是宜兰民众应该更想知道 林县长是不是让亲友团的土地 不用缴土增税呢 跟前国民党立委杨吉雄 有什么金钱关系呢 外界指杨吉雄是林姿庙的金主 这有什么问题呢 但是简连却发现 第一次约谈后 隔天林姿庙的儿子林佑泽 立即找杨吉雄签文件 企图制作借贷关系 检方认为这是在湮灭证据 才会对杨吉雄重金交报 所以这真的是借贷吗 那昨天媒体报道 县府官员帮林姿庙说话 说县长总是挖东墙 补西墙 不过都是有借有还 还说林姿庙极少应酬 也不会喝酒 结果就会翻出林姿庙 跑突豪迈喝酒的照片 林姿庙涉入弊案 对年纪的选举会有什么影响 或是压垮国民党 最后一根稻草吗 不过林姿庙似乎没有退选的迹象 他说对手整日饮宴 轻松收割 这个对手到底是指谁呢 是指绿营还是蓝营呢 因为先前就传出了 蓝营的前县长已经在跑行程了 所以是在准备接替林姿庙吗 但是蓝营议会党团却说 林姿庙只是清商 真的吗 选情真有那么乐观 而除了宜兰 还有台南市的选情也备受关注 声量极高的谢龙介喊出 给陈以信两个月的时间去冲民调 显然是对自己信心十足 但又说朱立伦欲驾清真 是好奇哦 重返执政有希望 这让外界物理看花 到底是选真的还是选假的呢 不过蓝营支持者原本期待金龙连线 就是高金素梅选高雄 谢龙介选台南 但高金已经说了不会选了 所以现在期待强龙连线 就是罗志祥选高雄 谢龙介选台南 怎么样都有谢龙介哦 所以南尔都到底是要热战 还是冷战呢 蓝绿各自如何的思考 还有今天的国际新闻头条 俄罗斯入侵行动开始 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飞弹攻击 最新局势发展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先叫来宾 首位先是民进党立委 王定宇 中江大家好 再来是民进党宜兰县议员 吕慧卿 主持人好大家好 再来是责任媒体员吴国栋 中江好大家好 还有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中江好大家好 再来是难得邀请的 国民党台南市议员 谢龙介 中江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平安 大家好 这个龙介选今天要来说明 台南市长这场选战 要怎么打 是不是能够带动蓝营的声势 再来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李明贤 大家好 再来是财经专家许清皇 中江好 大家好 好我们先来关心 宜兰县县长林自庙 上午声泪聚下喊冤 并向儿女喊话说 妈妈没有保护好他们 看这下 这两天再次让各位乡亲担心 谢谢大家 深深一举功表示感谢 宜兰县县长林自庙 交保后受度现身 谈到儿女被约谈 他满是自责 自庙想对家人说声对不起 对手的目标 就是打击 妈妈连练了你们 非常的抱歉 女儿逸琳 打儿子一红 优者责民 妈妈没有保护好你们 让你们受到这样的伤害 对不起 林自庙声内俱下 两路上儿子女儿说抱歉 也对县府同仁造成压力 至上最深献议 只要想对县府同仁说 这段时间以来 大家感到扶行的压力 但请大家放心 寺庙会跟大家站在一起 共同的捍卫 仪然建政府的招牌 韩话会坚守岗位 捍卫县府招牌 但检方认定林自庙涉嫌重大 向法院伤压 最后却是80万交保 针对当事人尤其是特定的政治人物的放话 接下来将会面对漫长的司法过程 可能到年底的选举结束 都还没有办法 还芝庙的公道 恳请司法尽速完成调查 还给芝庙清白 我们看到林自庙涉入弊案 遭到调查 昨天80万交保之后 今天首度露面 声泪俱下 她说自己38岁 丈夫就过世 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 没有以公换私的情况 对手目标是打击妈妈 来连累四个小孩 很抱歉 但我会坚定走下去 对抗强权欺腰 而且是两度对孩子说抱歉 但是对于外界的疑点 包括许多的这些土生税 还有等等 是不是有土利等等 似乎都没有任何的说明 来先讲清黄 这对于林自庙来说 今天的这个记者会 是要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为什么是只对儿女道歉 那难道对宜兰县民 不用道歉吗 对我们去看一下 林自庙在这一次的记者会里面 他做了两个动作 哪两个动作呢 第一个动作 他特别强调 他跟孩子的关系 说因为他的关系 没有保护孩子 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 我们今天在问的是 宜兰县政府 包括林自庙 你本身的弊案 关键到底是什么 可是林自庙 没有去回答任何正面 在这上面的问题 林自庙讲的是 他跟小孩子 所以他讲的是 妈妈没有保护好孩子 然后同时也讲说 他对不起县府的同仁 那这一件事情 让大家认为说 你在打的就是三个字 叫做悲情牌 而且悲情牌里面 你去看他记者会发言的时候 我有帮他算了一下 不到10秒钟的时间 就开始哽咽 大概不到30秒钟的时间 哽咽声就开始加大 所以你会发现 他非常的有节奏 而且还蛮擅长的 那第二个部分呢 他的做的动作 叫做悲情牌 打完了 接下去抛出了一个 叫做有人在会馆里面 饮宴餐序桥市 这个东西丢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想说是谁 是谁在会馆里面 在宜蘭等着餐序饮业桥市 然后等着收割 这句话一讲出来 有可能是民进党 有可能是国民党 反正讲的一定是 可以收割的那一个人 所以他等于做两个动作 第一个悲情牌告诉你说 我很认真 我很努力 我好可怜 第二个告诉你说 现在已经有人在等着收割了 中江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新闻上的处理动作 前面那个叫做 意图唤起民众的同情 后面这个叫做 意图转移大家的焦点 前面要转移 让大家可以同情 他认为说 他真的看起来 基于一种妈妈 对儿子的这种想象 所以你会认为说 真的很可怜 但第二个这个最厉害了 因为问了一圈 你真的很难问得到 等一下这个会亲可以补充 你真的很难问得到 到底宜蘭是哪个政治人物 可能要选县长的人 他有会馆 他在乔世廷 他可以等着收割 符合这三个条件 现在还真的很难推敲 所以他转移焦点的成分 很明显比较高 而且中江你知道吗 大家都很厉害 马上去爬梳过去 林治庙真的很擅长 用同情牌这一招 替自己政治上 当作转移目标的方式 我们举两个林治庙之前的例子 这个搞不好已经算第三次 中间有几次还不知道 来两个例子 这个是在2005年的时候 我们不是这几年有提到吗 这个林治庙的合作的伙伴 盟友杨吉雄 前立法委员 那他的儿子杨启明 不是在脸书上写了一篇 讲说他爸爸怎么帮林治庙买票的 那这个林治庙 涉及到会选争议的时候 在2005年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旧的新闻报道 我们帮你挖出来 林治庙涉嫌会选被提公诉 自言清白泪洒议会 在这个里面 你会发现他做的东西呢 也是用掉眼泪 也是用哭泣的方式来转移的焦点 所以你看这个是林治庙 当时选举的时候呢 他的选举的这个照片 这个是2005年啊 可是他另外一次 让大家看到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是在2018年的县长选举的时候 那你看上面红通通的 这是什么争议呢 林治庙在2018年选举的时候 被大家质疑说 你林治庙家族所经营的 一新矿业 一新矿业 你们有这个所谓的 山坡地的烂肯的问题 你们有破坏水土保持的问题 当时我们也看到相关的罚单了嘛 但是面对这个争议的时候呢 他们把他讲成说 这是一种司法上的迫害 然后你可以看到 在这一场活动里面 林治庙跟他的子女们 大家在一起唱歌啦 掉眼泪啦 所以你看 像这边还有人在讲说 泪水在眼眶打转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林治庙在做这个动作呢 看起来悲情牌这件事情 他还蛮擅长的 因为对民众来讲 我们要看的不是悲情牌 我们要看的是 你在这个司法案件里面 你相关的经流的问题 或者说你弊案的部分 你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来说明的 他都没有说明 也不愿意澄清 是尤其是哪一个部分呢 大家一直在问一件事 你的挖东墙 补新墙的事情 你总是可以讲一下吧 就被害人要喊冤 侦查中的东西 不能公开没有错 但是有些东西 被害人当事要喊冤的 总是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下吧 所以这也是我们讲说 真的这个时候 最想哭的是谁呢 最想哭的 真的要告诉林志妙 不是你啦 最想哭的是在这一次 我们讲说 机关6的用地的 几个重划区里面 那些民众的房子 被规划进去 要拆的部分 那个才是最想哭的 而且是在我们节目上 独家揭露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 呂慧卿议员 在我们节目上 独家揭露的 你看看 这个建设处长 吴朝琴的房子 黄色这一块 不用拆 红色这一块 公园的部分呢 吴朝琴家的房子 被划进去要拆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被划进去的民众 他才是最想哭的 所以被划进去的民众 以及宜然泄民 那个才是林志妙 真的要去交代的对象 所以把重点 划错重点 都划到这上面来 显然他是别有目的的 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 你们最好歪楼道 去讨论别的事情 不要一直集中回来 讨论在这件 政治或是说 司法的本质焦点上 讨论太多司法的本质 讨论太多那些账户 怎么移转 林志妙的政治现金 怎么来 对的确 因为在 今天的记者会上 似乎只有看到声泪俱下 那他也只说是污蔑 严重影响个人的名誉 那看起来是连否认 都显得苍白无理 所以只会用哭招吗 那刚刚前晚也说 过去似乎 这种用这种靠调的方式 是一再的重演 所以这是惯用的手法 但是重点在于 杨继雄跟他是什么关系 因为这次的简连发现 在第二次的搜索 约谈当中就发现 杨继雄跟这个林志妙的儿子 在签署文件 所以是不是因为 检调用这种方式 调出了杨继雄呢 来这个委员 怎么样看 在今天的记者会当中 林志妙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但是是不是也掩盖了 很多外界争议的焦点 面对这么大的压力 调缘类难免 我宁愿相信 他的伤心是真的 那觉得对不起孩子 作为母亲也难免 这个都是人性的部分 但在公式上 这样不能过关 比方说 那个案件内容 我们都尊重 尊重检调去办 在案件内容以外 他其实最起码要说明几件事情 有什么你的孩子 跟关键有关 从罗东 一直到县政府 为什么 一人当选 全家服务 可以吗 你如果说是名义代表的服务处 那还差一块 公务机关 你的孩子 尤其他女儿很有名 我相信以外都知道 他女儿在宜蘭很有名 就是说你的孩子 为什么会涉入县政这么深 谁授权的 看到他 见他如见县长清零 他的儿女 几乎代表了县长 对 那是不可以的事情 那到底一局主管 是要听谁指挥 是听县府秘书长 还是听你儿子 女儿的指挥 县政的指挥体系会问乱 问乱关键 弊案难免会产生 这个是没有讲清楚的 你与其说你怎么对不起子女 倒不是说你子女 为什么在县政府 在做什么 有职务吗 是妈妈的光黄 还是他有正式的职务 因为林志宾长说吧 好像他的儿女 子女是未成年 感觉上未成年才需要保护 他儿女都大小 对他们矿业公司开始 就已经做出的事情 然后第二个 他也应该说明的 当你讲到有人 在招待所 在会馆 好像不用跑团 就可以准备接棒 有啦 是谁把他讲出来 对不对 更何况如果人家没有违法 他晚上要在他家的会馆 睡觉吃饭 跟朋友泡茶 那些事情啊 你也可以啊 他没有违法 他只要没有违法 我都觉得那是案外的事情 当你不稳定 哪怕国民党有准备 备胎人选要接你的棒 应该啊 难道傻到跟你绑在一起 沉下去吗 点出来 点出来才会有政治的效应 还是准备用暗示的方式 让接棒的人 改成权力力挺你 那是政治动作也不是司法动作 那再来这次案件 从第一次搜索到第二次搜索 第二次搜索很明显 比第一次动作更重 第一次搜索的时候是大概六点多的时候发动 我印象发动二十一路 当时把地震局相关的还有一个科长调去问 然后呢林志庙问了相当长的时间 训后就赐回了 可是很奇怪是那一次训完之后 突然间在这一次发动更大的动作 而且是把子女女儿儿子 农业处长相关的人 而且检察官是要申请擠押收押禁件 那你知道对一个民选的官员 检调通常如果没有一百二十%的把握的话 不太敢去这样发动 因为你一发动 人家总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如果你的证据不巩固 被反噬回来的话 其实检调要面对很大的检讨 所以第一次到第二次 从法官后来裁定不用收押禁件 那个暗游你都看得出来 意思就是设犯的罪嫌重大 但是呢没有勾窜逃亡之余 所以才让他用重金交保 就没有积押必要 所以可见不是没有巩固证据 而是法官可能某一方面的新证 在裁定不用收押禁件上 显示出来是涉嫌重大 罪证大概已经巩固了 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勾窜了 或者勾窜的过程被查获了 但是这还要看那个检察官 有没有抗告 因为抗告期还没有过 也许检察官会抗告 那这里让我们想到 曾经有个类似的案子 大家如果回想赵成熊远熊案 他第一次压收起压收放回去 回到他的总部贵会 贵会楼贴地咖米山 当夜把他们总部里面 好像副董以上的主管 全部找回总部 然后载了一卡车的文件 载到桃园 有一个专门在 专业的在销毁文件的一家公司 整个被廉政署的探员 从头掌握到尾 最后把文件像是64箱 文件都扣起来 从那里面扣完 才有一个里面的廉政署的官员 查账 才查到后来第三次的案件 就周盛考跟赵成熊 那个土方案跟 跟掏空远熊相关的案件 那这一次呢 所以这一次很像 调出了杨吉熊 我把你放回去 然后上一次问 大概也没有问完整 所以这次有一个 湮灭证据案 比如说大家去做 做账 做那个债务关系 这钱不是我送你 是你欠我我欠你 所以我行李小 那个过程有被掌握到 因为那个被掌握到 所以杨吉熊跟林志苗的儿子 才会以勾串灭证的情形 要求收押觐件 最后我印象是200万交保 也是很重的重金交保 所以在这整个涉嫌重大 只因为无逃亡勾串之余 所以重金交保的情形下 林志苗要嘛就不开记者会 如果要开记者会 喊冤啊哭了 我觉得那个人性 那个我都觉得还好啦正常 那你不能对这一块完全不说 因为现在这一块 恐怕是外界急欲想知道的 他跟杨吉熊是什么关系 你都不说 杨吉熊为什么跟你儿子 联络这个事情 你总是要交代 那如果侦查不公开 在可以说的范围内 你的律师应该陪在旁边 如果是清白的要说一下 否则光诉诸悲情 我觉得对选举 对司法不见得有正面帮助 最后两个事情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是林志苗身边人释放出来 不是我们讲的 突然冒出一个消息说 林志苗路不敷出 钱做案的 但是都有行 可能又加了一句 他生活单纯都不喝酒 一个从县议员当镇长 再当到县长的人 为什么入不敷出 那时候我们第一次查的时候 他有一个新妇 他的主任 每次到那种农会的信用部 出入之频繁 到底是什么账需要这样出 是你的账 还是杨吉熊的账 而按照杨吉熊的亲儿子 不是叫的 那个杨启明自己剖脸书出来说 他爸爸在林志苗选现役的时候 弄两千万买厨房用品 帮他买票 后来一审判有罪 这个后面这个更严重 再花钱把二审法官买通 所以判无罪 这整个其实 有的是自己儿子说的 有的是亲信说的 而你如果只是出来哭诉 我玩弄 我扣 我给人怎么样 我觉得宜然有光荣的 民主的历史 他也是一个相当坚强 而且有民主文化的地方 这样说会贵账 的确 从现在的一些线索当中 可以发现 这个林志苗跟杨吉熊 似乎关系匪浅 当然林志苗在今天的记者会上 已经说了 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 似乎把这个金钱关系 或说这个财产来源不免 是定调为是借钱 但是这个借钱是真的吗 还是说是制造出来的 来驴院 因为昨天我们说 简连调出第二次的约谈 发现杨吉熊跟林佑泽 就林志苗的儿子 似乎有在签署那种借贷关系 想要用制造的关系 这也让外界好奇 杨吉熊跟林志苗 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之前外界都在说 杨吉熊是金主 那问的是金主也OK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 不可告人吗 特别是在2018选举的时候 那时候你们民进党 就已经说了 你要选一个议员 不要选一个傀儡县县长 选出来 结果到现在呢 似有应验当初的情况吗 2018年的时候 林志苗选县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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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 那在這一個看板上面 你看哦 這裡有一隻羊 一隻雞 一隻熊 當時指的是什麼意思呢 那時候已經點出來了 當時也已經點出來了 這裡有一隻羊 一隻雞 一隻熊 那這樣子指的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昨天被交保的 以150萬元交保的就是羊雞熊 那在2018年的時候 我們民進黨開了一個記者會 當時也三問了羊雞熊說 質疑林之廟跟政商 他的一個政商關係是非常複雜的 我們就質疑說林之廟的最背後的金主 就是羊雞熊嘛 那當時羊雞熊他有回應說 他已經離開政壇已經這麼久了 他們關係一樣非常的密切 一直到林之廟當選現場 直到現在都是嘛 羊雞熊在我們宜蘭的當地 他過去最早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一個豬肉商 那他是賣豬肉的 在60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國家有一個十大建設 那十大建設有一個蘇澳港的一個新建 那新建蘇澳港的話 那個貨運的運輸啊 其實是量很大的 所以呢 他就開了三家的碼頭的裝卸的一個公司 那他還壟斷了這個事業 那當時他其實他賺了蠻多的錢 那後來他又投資了運輸業跟實況業 所以事業越做越大 對 越做越大 那賺了也很多錢 所以他在宜蘭政壇的影響力相當大 直到現在跟林之廟的關係 那因為之前你們說嘛 選他是不是讓楊雞熊變成地下縣長 曾經也當做 當過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嘛 那他也當過了國民黨的不分區的立委的第二屆 第三屆 第四屆 對 三屆 那他當時他沒有什麼樣的背景 但是他可以做了三屆的不分區立委 表示說呢 他的力大才出 那一直到現在 他已經都還是一樣涉入在政壇上面 甚至農漁會的選舉其實都是要去請示他的 所以他在宜蘭地方的影響力依然非常的大 對 很大 因為如果你沒有去請示他 他沒有篩選過的話 你根本可能當選的機會是沒有的 所以他可以左右宜蘭縣長的人選 因為這個楊雞熊兒子就說嘛 如果是沒有這個楊雞熊的支持 有可能林之廟的這個連任之路 都會遇到很大的阻礙喔 所以到現在還是目前都還有這樣子的影響力啊 是 這個楊雞熊顯然在宜蘭的這個政壇呢 依然是呼風喚雨喔 所以呢 這次的簡聯呢 調出了楊雞熊之後 那現在就看起來 這個製作的借貸關係顯然是一個關鍵喔 來 希望你了解 因為檢方認為這是在湮滅證據嘛 那所以呢 才會對楊雞熊重金交保嘛 所以這個借貸關係到底是怎麼樣 如果是借貸 那OK啊 有什麼不能借呢 為什麼要用去製造的方式呢 對 因為這裡面廟的地方在這邊 就是說剛剛慧卿有提到 楊雞熊跟林之廟兩邊合作很久 那這個所謂的合作在我再看 有短期的 有長期的 什麼叫有短期 有長期的呢 短期的當然就是你要選舉的時候 給你政治獻金嘛 長期的呢 就是林之廟的子女跟楊雞熊 可以合作做事業的部分 所以我們給各位看這一張圖喔 這一張呢 這個也是很多人爬梳過的資料喔 你可以看到在左半邊這個部分 這是捐款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極緣通運這家公司呢 他的董事長是楊雞熊 他在99年的時候有捐款紀錄是捐給林之廟的 然後呢 94年 99年 楊雞熊的另外一家公司叫做核心裝卸股份有些公司 他也有捐款給林之廟的紀錄 另外是這個也是這個楊雞熊的女婿叫邱永玉 他也有在99年捐款給林之廟的紀錄 等於說那幾年的時間 都有龐大的跟楊雞熊有關的公司 捐款給林之廟的紀錄 這是核心曝光行 然後在99年也有捐款給林之廟的紀錄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對楊雞熊來講 捐款政治現金給林之廟 看起來數量還蠻多的 所以多是說他旗下跟他相關的事業體 大家都可以拿來當作捐款的這個一個單位 應該金額也蠻大的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就是我講這是短期的部分 那什麼叫長期的部分呢 長期的部分就是說 那楊雞熊的這個相關的人 跟你林之廟的子女合組公司 合開公司 那公司的利益就是長長久久的吧 這個長長久久的部分呢 我們就講兩家公司 這兩家跟楊雞熊有關的公司 一家叫做博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他是兼做土石採取業就是挖礦 那麼這個挖礦挖沙石的公司 他之前因為他現在變更過了 他之前的董事是誰呢 他之前的董事裡面 這個林依宏是林之廟的大兒子 林依林是林之廟的女兒 然後再來董事之一就是楊極雄 所以這一家公司是他們兩邊的家族 合作的公司之一 另外一家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異星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他的前董事長林依宏 這個是林之廟大兒子 董事林依林是林之廟的女兒 前監察人是楊極雄 那麼異星礦業這家公司呢 在這幾年也做了一下 他的董事席制的變更 所以你會發現他們兩家本來就有 短期政治現金上的給予 然後有長期的事業合作上的關係 所以我們要問的是 在這樣的關係裡面 其實他不需要特別再去做什麼借貸關係 他的借貸關係應該是平常發生在他們 家族事業合作當中的裡面嘛 那為什麼需要1月13號被搜索之後 各位是1月13號這時間點喔 1月13號林之廟遇到簡聯的搜索之後 這個林之廟的二兒子林依宏 要特別跑去找楊極雄 兩個要再去製作新的借貸關係出來 這個就不正常了嘛 因為你1月13號之前 你家族裡面所發生的兩邊的借貸關係 那是正常的嘛 你們都往來嘛 然後你1月13號之後被搜索完後 隔天的時間 兩個人之間要去製作新的借貸關係出來 那很顯然 他一定是要掩蓋某件事情嘛 那要掩蓋什麼事情 要掩蓋的一定是在資金帳戶往來裡面 有不合理的部分 這個不合理的部分 你才需要透過製作新的借貸關係 讓他原來不合理的部分 可以得到合理化的解釋嘛 那各位再去想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林之廟第一次被搜索完的時候呢 當時就被傳出來說 他有個帳戶裡面永遠只剩下259塊 在那個帳戶裡面進出往來的金額 早上存入下午提款出來 那個往來金額一年是超過一億的金額 那麼在這裡面顯然有所謂的資產來源不明的問題 這是減蓮他在追蹤追蹤的重點 然後在當時呢 其實我們就在想一件事 當時我們在想說 後面發了一個新聞在幫林之廟平衡的是說 這看起來林之廟就是有這種借冬補西借薪還舊的行為 那是我們在想說奇怪 你每一筆都是上午進去下午出來 那你要還你不直接還就好了嗎 那這裡面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奇怪借貸關係 他要怎麼交代得清楚 當我們在問在節目上在談到 林之廟怎麼交代得清楚 這一些問號的往來的時候 哎呦原來1月14號的時候呢 這個林之廟的兒子就去找楊吉雄 要去補足一些新的借貸關係 然後導致被減掉這件事情 被減連給盯上 所以很顯然在這裡面一定是有些不合理的部分 現在為了要讓它合理 所以才需要去做這個動作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說在這個案子裡面 關於林之廟財產來源的部分 看起來除了我們前面講的 關於土地增值稅的逃後稅之外 然後那個土地之外 那個財產來源的部分呢 應該才是減連要往下去查的 的確現在減連要調查的就是 金錢關係到底是什麼呢 當然是可以借錢啊 但問題是怎麼借呢 那為什麼這借貸關係還需要去製造呢 那也就是對照看出楊吉雄跟林之廟 到底這個政商關係是有多麼的綿密 那這當中是有不可告人之事嗎 當然特別會提到楊吉雄 因為他在政壇已經是非常久了 在過去我們說他揭發這個新票案之後呢 聲明大噪 讓宋楚瑜的總統夢碎 那沒想到在宜蘭呢 似乎政壇影響力依然非常的大 那我們看出呢 過去的爭議包括他是前欄尾 踢爆新票案 還有犀牛皮假學弟事件 那在2018選舉的時候呢 就被綠營質疑嘛 那選上林之廟之後 是不是楊吉雄是地下縣長呢 來 范老師怎麼看 因為這個楊吉雄在昨天呢 交保之後馬上喊出政治迫害喔 那為什麼林之廟反而沒有喊咧 那我覺得這兩昨天有狀況就說 林之廟到底是更安全還是更危險 其實這樣是更危險 因為我們知道在1月13號的時候 他是無保請回 那昨天我們看到是用80萬交保 而且是指控他涉及就是財產來源不明罪 還有就是貪污罪條例的這個圖利罪 都很重的喔 那個貪污罪條例的話 他基本上來講是最少是5年以上 所以基本上來講說現在看起來林之廟距離這個 我們說這個風暴圈來講是越來越近了 本來我們知道無保請回 大概就是沒有太直接的證據 現在已經越來越趨近於這個案子的核心了 所以接下來會不會再約談 而且我們知道如果檢察官抗告的話 可能會被收押 所以內政部現在也在準備 如果他真的被收押的話 可能要中央來指派代理縣長 所以看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我看是說 在整個的過程當中 他的兒子林佑哲 事實上看起來他交保的金額 是比林之廟多很多 因為我們看到 他是用200萬 跟林之廟80萬 表示就是說 他的兒子可能在這件事情上面 了解的程度是比林之廟更多 干預的程度也更多 那我們知道林之廟他可能就會把責任撇清 我什麼都不懂 什麼都不知道 現在的訊息好像是說 林之廟跟他兒子女兒的口供 內容不一樣 對 都不起來 他一定甩鍋嘛 之前還說什麼公文 就是他女兒幫他先用鉛筆寫好 然後林之廟再補上去 他就說我什麼都不懂嘛 來拖 來把自己的責任給推卸掉 但是我覺得 第一個 有沒有可能推卸 如果不推卸 推卸不掉的話 林之廟可能被收押 我看他年底也不用選了 就算他推卸的掉 再次不被收押 他年底也不用選了 因為你這個現場 完全是被你的子女所綁架嘛 你兒子 這個林佑哲 打了你的招牌 在外面胡搞瞎搞 你的女兒打了你的招牌 林逸林變成地下現場 然後完全被 我們看到就是 整個的這個陽極熊所掌控 那你這個現場你選什麼 難道我們 今年11月還要再選一個傀儡出來嗎 我們還要 我們還要選 一個實際上是被別人操作的 一個現場嗎 所以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對林之廟來講 今年選舉都是大不利 極為不利 極為不利 即便他沒有被收押也不利 要他怎麼選下去呢 你完全是被人家控制嘛 你公文都不會看 證明就是說 你從羅東鎮長以來 完全你從羅東鎮的這個鎮的 相關的業務 到縣長的業務 都是你的女兒 林一零一在處理嘛 那你女兒甚至可以掌控 整個縣政府的這個人事 還有相關的預算等等的政策 那你這個現場幹嘛 范老師那今天早上的記者會呢 你覺得林之廟有止血嗎 他只是在維持他目前 可不可以繼續掌握縣政的 一個資源而已嘛 因為現在縣府的官員 一定看你看隨你嘛 搞不好你明天就不見了 你明天被收押了 明天扶你啊 你新的怎麼推動下去 下面的公務員 一定給你撇清關係嘛 但他看起來好像也沒有說 要不選或退選也沒有 看起來是會繼續走下去了 我不曉得 國民黨這兩天不是組成了 一個八十人大的律師團嗎 朱立倫請他們來幫他辯護嘛 派八十人律師團 趕快來救一下 來個車輪站 看可不可以跟檢察官來對抗嘛 為什麼朱立倫在這個問題上 你剛才組成這個八十個律師團 還不到二十四小時 這個時候正好可以用啊 為什麼不用 那你不是白組了嗎 你組一個律師團 目的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其實 可以看出來 之前一月十三號被收押的這個建設處的處長 代理處長吳曹琴 還有這個農業處的科長這個吳東元 看起來他們已經成為污點生人 所以才會讓這個問題不斷的再擴大 另外就是我認為其實檢調系統早就檢查 早就準備了 早就檢查 而且在他的附近可能都有監控 就把他們的一舉一動完全掌握 然後結果現在來第二次的這個 的確現在林志廟縣府是不是有可能挫了蛋呢 因為顯然檢方是有那種放長線 吊大魚的這種作用在喔 那對於呢整個這個年理選舉 是不是會造成影響 當然楊吉雄是不是會成為一個未爆彈呢 來龍建源怎麼看這個案件 對於林志廟乃至於宜蘭縣府的影響 會是產生怎麼樣的狀況呢 當然對縣長是很傷害的 這種偵辦 可是司法偵辦的過程是有瑕疵的 可是你今天有人收押了 你想像一個館長呢 貪欧抵罪掉了 八十萬高報 哇夭壽啊 林鄉長長 八十萬高報 親菜都兩百萬 兩百五十萬 五百萬千二萬高報 貪欧八十萬高報 怎麼有政策帶就收押了嘛 但沒有嘛 就是說 財產來源不明多 財產來源不明 你解釋看看 當然要解釋清楚 當然檢察官辦案一定會 辦到這樣怕死人 他要雷利風神 吹很重 希望 有的檢察官辦案是這樣 我不是要對殺 也不是要遞人於死地 我是要讓這個官場 避絕風情 讓它清潔 所以我一定要辦到很明顯 所以我把所有科技的政策 都總是送給法官 我要跟你想 但是法官是這樣嗎 沒罪推電嘛 有錢 你說它財產來源不明 這樣來中間這條錢 你會說清楚 解釋一下 您現在怎麼不來講一下 來 還是說延遲否認 看起來好像那個否認 好像沒什麼爛 但是我是你的律師 你現在法官跟你說 這收了不必要 八十萬告報 我如果你的律師 我會跟你說 你開記者會 不能說案情 因為法官跟檢察官 一定會要求你處理 不能對案情表白 侵察不公開 所以他在說的不平之明 就是說 我不能說 為什麼會有媒體報 什麼人說 他們說的都不能說 我不能說 林寺廟意思嗎 他沒辦法去申請 他不可以說 他不可以說 就是說一個收法 你管中 一般不是說畫完嗎 沒有啦 怎麼可以畫 所以 他就是故意人 所以說 他三十八歲 秋冬 牽拗命 四個孩子牽起來 今天這個林寺廟 算家裡遇了 補也沒有抗起來 也沒有抗起來 沒有抗起來 如果有就要抗 法官不會說 法官和檢察官 立場是不一樣 法官是裁判者 他看政治嘛 檢察官 規律師 是對立的 控風跟便風 所以你拿什麼政府起來 我做什麼裁判 那麼伊蘭呢 就是說 對案情一看 大家當然 可以把他抗得更重 有的把他抗得更近 我認為沒有那個必要 平衡先看這個案情 所有的高潔 如果要說財產不明 說驅富 到一間公司 驅富多少 驅富多少 這樣有 我跟你說 台灣很多建設公司 接政黨就對了 到現在立法委員 驅富的更多 這樣都大家犯罪 所以這件案情 已經造成 對到林管長 很忙的打擊 打擊 打擊很大 對雙骨當然 他會傷害 所以他要利用這段中間 去做率 哪有什麼 你保重 第一個 我們如果要說 思法 思法在相識 我們要先說清楚 財產來源不明 當年立法的時候 當年那時候 國民黨得手 堅持叫做 貪污抵罪 財產來源不明 今天我看到青凡 那裡有200萬 沒錢沒賊 我不會幫他問 我看到龍戒兄 你那裡有200萬 我不會問 為什麼 你沒卡到貪污抵罪 所以當時設計 這個財產來源不明 頭前還有一大尾 就要貪污相關的 我是暫時都要說明 公金零丸 財產沒錢沒賊 都要公勤車來源 因為薪水就那麼多嘛 都沒有開 政府現金全貨 選舉 錢流通怎麼處理 就是因為這個財污抵罪 負消的財產來源不明 有欠貨 所以我暫時這個給他用得好 所以今天林芝廟要說明 別人不用說明 林芝廟要擦班 別人不用擦班 是因為這個法律 這個法律我印象是 馬政府是在立的法 第二 到沒有了 交付多重多輕 來代表中這個桌輕到重 我想 照思法的記者 比較近了 這不一定 不會這樣認定 因為這個東西是先清收了 不是先清破罪 先來申請收押禁件 要收押禁件的時候 就看你禁錮 有可能因為你有錢有錢 出去 有可能你有錢 會去喘口嗎 如果所有禁錮 我們都鞏固之後 也沒有逃亡之餘的時候 賜回之後判罪 沒有交付 沒有用錢的 後面打盪罪也是有 所以 所謂的押不押 在於 他有沒有逃亡跟篡貢 至於案件的本身 也是要看禁錮 對 那這禁錮 夠對 我們來說夠對 沒有用這台推論 可能 希望他沒有事情 但是這樣推論走太快 最好所有的手上去沒擠 他真的是打不擠 阿扁當然案件還在進行當中 所以我說一案幾一案 今天臨子廟要出來開記者會 要送完 有委屈 我剛才說的 人性嘛 剛才那樣的困難 我都不覺得是假的 說他怎麼 但是他家是對頂長 以緣做到管長 不是不寬不寫 一半八歲 用這樣去形容一個 這個媽媽 請用這個孩子 他不是那個階段 他已經變成 依然最有寬小的家庭 這個最有寬小的家庭 又搭配到以前 犀牛皮事件 這個楊基雄大立委 對 在依然到底是有力還是沒力 我們不要用藥 對 你問依然 問國民黨依然才能知道 所以這個案件 當然有影響 今天開記者會 我剛才說的 司法偵查不公開 律師可能有些地方 建議他不講 但我剛才說的 孩子為什麼在管政府 可以去協調管政 裡面不管是勞動 頂來勞動 那個農地的便經案 免土産稅的事情 到底是怎麼協調的 案情以外 總是你要做完 要玩一個圖 你說沒有 我們家都沒有 我們家從來就沒有來勞動 頂公訴 我們家 我們女兒 我們女兒都沒有參與管會的事情 他可以這樣講 可是他們連解釋都沒有解釋 對 至於金流的部分 他們一直在行說他負債 他們現在旁邊的人 那不是外面的人在放的 他們自己人說 沒有錢就不夠他們 路不付出 等於都在行 欠了兩百萬 到現在不會行完 一直在行錯 但我要提醒他們 人家會用申請說他進鑒 有一個竄證的部分 就是製造假債權來轉移金流 不明的這件事情 所以說這案情的內容 我沒辦法遇 我也不會去判斷 傾斷 要看證據 但是我們是用證據說 記得要開機才會化完攏 有些在案情以外的表面的情形 總是雖然清澈 對來郭東哥怎麼看 林芝麻今天上午的記者會 是不是有澄清疑點 還是說完全沒有 那為什麼沒有 是不願意嗎 還是無法說明呢 林芝麻今天早上的記者會 是個敗筆 如果他這個 今天的這個記者會 是在近年一月份 剛才開始大收手的時候 他是被無保請回的時候 他來開這個記者會 後果比這次更好 為什麼呢 因為楊吉雄一涉案以後 你今天這個記者會 就被打消你的效果了 楊吉雄是林芝麻涉灘案裡面的 一個暗中暗 他會複雜 可能比現在林芝麻所涉及的 你現在被交保是因為財產來源 沒有說明清楚的財產來源 不明罪 真正的涉灘 土地的變更 土地的增值稅什麼 那個還在其次耶 今天最重要是楊吉雄 變成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涉案者 第一次搜索的時候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會咬楊吉雄 沒有嘛 第二次才出現 所以檢調他們不是放長線 他們是疫情故縱 我相信以前早就把楊吉雄鎖定 但是沒有什麼直接的證據 你去驚動他的話 這個案子就辦不下去了 因為在宜蘭大家也知道 不是像剛剛議員拿的那個 那個羊 一隻羊 一隻雞 一隻熊 那個早就選以前 三家的官議員兩家的羅東頂長 這種是出錢出錢的 他們的關係真是匪淺 不是只是公司上 一起開礦業公司的合作 你去索歐去問問問 你去礦業公司 我第一次在講的時候 你去索歐去問問看 大家都知道的嘛 礦業公司只是他們 對外的一個招牌而已 其實還很多生理 大家都還沒差清楚 但是一直奇怪 第一次大搜索 冰灰二十三十路 動員三四百人在查的時候 為什麼只有楊極熊漏溝呢 這個案子發生最好玩的 就是楊極熊的兒子 自己在臉書上PO著 對 他們老闆開兩千幾萬 去抵林之廟都要走算 那關聯是什麼關聯 都買票 是在做管議員的時候 那是你兒子 現在說是他們這個 精神障礙 精神障礙會把這個小 算得清清淡淡 這個我沒要相信 他兒子一定是看不下去 到底什麼關聯 我們不知道啦 看不下去 所以才會PO示這個文出來 欸 幾十年的關係啊 楊極熊一出來的時候 林之廟 你這個記者會開了 都不錄影 大家要叫你講清楚什麼事情嘛 如果沒有楊極熊 如果在第一次你被搜索的時候 你就講了 大家講 這個事情可能跟政治有關 你現在講 我說那個效果 欸 悲情牌永遠是政客喔 躲到我兒子的時候 開始拿出來 就拿出來啦 政治破壞啦 又是什麼 但是林之廟哭哭啼啼的 你這個悲情牌打得好像太過分了嘛 大家也知道你在宜蘭的地位啊 不是只說你們對不起你們兒子 所以議員官面大家說 你們這家酒到底是怎樣 讓你當機的議員的政權 你不要講說吃香喝辣的啦 你總要對憲民有交代 如果只是一個增值稅那個變更那個 我就覺得那個案子還太小 還小 裡面所涉及的複雜 我們只能講說檢察官他不能講 到底裡面還牽涉到什麼案中案 多少案子 現在搞不清楚 如果只是一個土地增值稅 然後說漏包一百一百多萬 有必要把縣政府從秘書館一直一路 現在幾個六個級處長 來賺那些錢要分也不夠分 那時候錢要分啊 一定後面有更大的 有更多的 那現在楊基雄一進來 有的事情要比較複雜 我不知道檢察官你要不要查一查 那如果他兒子楊基雄兒子講得真的的話 所謂的匯險案你們要不要一併分 對那個以前的案子可能要 對一併爭敗都還沒有過極限啊 對 所以這個案子複雜到齁 你知道你不要講說有人收割 我認為他不是在講民進黨 是不是你國民黨有人在等著收割 國民黨人要接替的人已經浮現 在宜蘭大家都知道 什麼人準備要出來算了嘛 那你是要發生這個事情 誰都沒有辦法解決 你心裡最清楚就您知道 你心裡最清楚 你今天不要展現 記者開給人家說 他設施衛生 像剛才做大陸社會 剛才做議員 還是剛才做什麼 你已經做二三十年了 對 政治裡面的學習 你敢不知道 知道啊 很多管理人要叫你交代清楚 你兩人的路動上 就是怎麼處理這些土地問題 你都沒有交代半句 現在被掌握最大的事情 我認為金流啦 我記得第一次搜索 我們就談過仲家 金流是這個案子最重要的 因為你現在變更來變更去 那錢是誰從哪裡去 對 錢是我們現在老的 他說那個領出來什麼的 這樣進出是上益的 如果減掉控制的金流 你就不怕林芝士廟跑掉了嘛 因為金流這個錢從哪裡來 是誰給你 才會為什麼他兒子要跟楊錦雄 去趕快弄一個借貸關係 那個金流就 如果減掉有金流掌握在手中 任何一個人要腳背都沒辦法 現在唯一的方法 趕快轉為污點正能罪就會輕啦 說不定你就會緩刑啦 如果不轉為污點正能的話 這個事情越黑越大 從楊錦雄那邊 又黑一口大口出來了 那但是拒得不夠 林芝廟社他呢 被法官認定犯嫌重大 但現在來媒體其實也有報導 就說呢 其實這個林芝廟 他也很想公佈自己的金流 說明這個清楚嘛 那他就說林芝廟老師借東還西了 這次選舉呢 向親友借了錢幾百元 也還沒有還完呢 帳戶內肯定是有些資金流動 就是表示這是很正常的啊 那同時呢 縣府的這個秘書處的人員 也有說啊 林芝廟縣長不愛跑通啊 也不常喝酒啊 他的努力 縣民都有感啊 也的確啊 這是一個好縣長啊 但問題是 真的是這樣子嗎 為什麼傳出之前 我們的妙妙姐 竟然跑通啊喝酒 是喝成這個樣子 一般人我們的喝酒啊 總是小杯 頂多稍微這樣子大杯一點 他竟然是整罐這樣子罐 來清皇 這個是顯示 縣府人員想要幫林芝廟講話 但是是真的嗎 還是在說謊咧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是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就是來自於一篇媒體的報導 這個媒體報導內容看起來 是想要替林芝廟洗風向 把他洗白 怎麼說呢 這篇報導裡面其實特別講說什麼呢 講說這個林芝廟借東還西呢 說他這是常態 然後裡面講說 因為他帶了四個孩子的關係 跟照顧婆婆 所以呢常常要跟人家借錢周轉資金 他的意思把他往這邊解釋 但是你知道這邊報導奇特在哪裡呢 各位你看到這篇報導看這一段的時候 我覺得也還OK啦 他說因為不是什麼光彩事 所以林芝廟不想說明 這已經跟剛剛前面這個龍介議員講不太一樣了 龍介議員是說偵查不公開 所以這個東西不方便說明 那這報導裡面是說 因為林芝廟這個借東還西呢 是為了照顧小孩跟婆婆 所以不是什麼光彩事情 所以呢這個也不需要去說明這樣子 說明也尷尬 可是在同一篇報導裡面 他往下兩段講什麼呢 往下兩段各位看一下喔 這報導你可以看是誰講的 你來看這句話 瞭解林芝廟的官員笑說 林縣長是挖東強補西強 不過都有借有還也都支付利息 換言之誰說的 這個是市府的官員說的嘛 才會有瞭解林芝廟的官員笑著說 但我們納悶的是下一段 下一段他寫什麼呢 下一段他說這個縣府秘書處人員說 林芝廟極少應酬也不會喝酒 不會喝酒 也就是這一位在幫林芝廟講話 說他挖東強補西強很正常的官員呢 他告訴大家說林芝廟不會喝酒 但是怪了 中江你剛剛秀出來不會喝酒 但是你剛剛看到林芝廟是採官 直接這樣喝 那你告訴我 紅蘿酒 而且還不是一般的秘魯 那個不是秘魯 秘魯酒精濃度比較低喔 然後你在看這一張 這就是我們對照起來 這是人家PO出來的 秘書處 他說剛剛這個是縣府秘書處的人跟他說 林芝廟極少應酬不會喝酒 但是要像跑攤 跑到可以採官 在搬起屁在喝 這個已經是女漢子的規格了吧 這已經不是一般人的規格了吧 所以我們要講說這一篇的報導 在幫林芝廟洗白帶風向的味道太濃厚了 因為你帶到風向你帶還帶錯 帶錯的內容就是 大家都知道林芝廟常常跑攤 這是事實嘛 林芝廟常常應酬這也是事實嘛 林芝廟基層走動到很多的里民說明會 還是他的兒子幫他去開的 縣長的重點是要跑這些行程 跑重點行程的時候 完全都沒有碰到酒 我們也覺得不可能嘛 那更不用說人家拍到這個畫面 你認為只有一家可以拍到這個畫面嗎 當然不只嘛 一定有其他人合照的時候 也拍過類似的畫面嘛 所以這種謊為什麼要殺 很顯然的就是為了洗白而洗白 但是洗得太粗躁 所以很容易被抓到破綻 但我們還是必須要強調一件事情 今天林芝廟最大的問題是在於說 他在羅東正農會民權分布的那個賬戶 那個賬戶裡面 每年往來進出金額破億 會進來轉出去 會進來轉出去 而減聯的重點是說 這筆錢對監察院 你這個財產這麼龐大都沒有申報 沒有申報是一個關鍵的重點嘛 不但沒有申報 而且第二步 你沒有申報的部分 你這個賬戶是不是有資金往來 林芝廟是不是要去解釋清楚 林芝廟第一次收索解釋過之後呢 就出現了他兒子林佑澤要去找楊吉雄 去做所謂的借貸關係 拿著文件要去給楊吉雄簽 因為重疆借貸關係不是說 我說有一筆這個十萬塊 你承認你就幫我承認說有就有 不是耶 他是要拿著文件去給他簽說 這個是這筆錢啊 為什麼會到林芝廟的戶頭去 一定要寫個文件說 這是我楊吉雄借給林芝廟或借給誰的 這樣借貸關係才會成立呢 那各位你想這麼明顯的事情 對減聯來講 如果他都有收證有掌握的話 這個怎麼會是一般的小事情 最後我再給各位看一個文件 我們剛剛在講的前面在提的是 楊吉雄跟林芝廟的關係 各位要看的是光是在這一大段 大家網友爬出出來的 跟林芝廟有關的資金上的關係 政治獻金的關係 密密麻麻 牽扯到94年林芝廟選議員的政治獻金 牽扯到99年林芝廟選政長的 這個羅東政長的政治獻金 還有103年林芝廟選羅東政長的政治獻金 你知道這一大塊左半部是什麼 左半部都是林芝廟的親友團 這個來自於林芝廟的這個唐姐林樹梅 然後林樹梅的先生林長根 還有林芝廟兒子林文貞跟林文七的部分 這些都是來自於他們的政治獻金 那為什麼敏感 很簡單啊 這些我們討論了一陣子 關於親友團炒土地的這些政治獻金 他這些人都給了林芝廟政治獻金 而後來又發生了親友團去買那個土地 不但買了那個土地 你林芝廟還免了本來應該對他去克徵 非農地農用的土地增殖稅 這麼明顯的關係在裡面 那當然你如果是減年的話 難道不需要往下查嗎 對的確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有些媒體呢 似乎是想要幫這個林芝廟帶風向洗白 當然你要聽他講話也OK啊 問題是黑的可以講成白的嗎 那林芝廟是不是很常跑團 會不會喝酒要請到呂議員了 你地方上一定有看過這個林芝廟現場 到底是會喝酒要不要嗎 對 那林芝廟跑團 我想是大家都知道的嘛 他跑得很輕 那在跑團的當中 其實就是在應酬嘛 對不對 就是算是應酬的一種嘛 那過去我曾經擔任過里長代表 那現在是現議員嘛 在從我里長的時候呢 我就看過林芝廟 他就是為了跟里長 冬冬甘情嘛 那我們里長有聯誼會嘛 他就是這樣子採棺的 這樣在喝 他那時候真的是 酒量是非常的好 對 他至少應該可以喝到兩瓶以上 他才會醉 哦 兩瓶以上 對 紅綠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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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是整罐一次喝完 還是說分批啊 他當然會分幾次喝 但是就是在那一個場合 他一次就可以喝到一兩罐 是沒有問題的 哇 一兩罐那個喔 對 是紅綠酒 我們的縣酒 紅綠的縣酒 這樣盤子有效嗎 這個鄉民 大家聽他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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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起來是的確 這個跑通話要有一道喔 來 紅綠的啦 你在地方跑通話 需要這樣子嗎 好歹拿個杯子吧 不是拿杯子問題 這個我坦白講夠豪邁 對啊 超豪邁的 一般就算男性的議員 或者男性的民意代表在跑行程 喝酒的已經越來越少 我坦白講 不管藍綠都 喝酒的就越來越少了 喝酒喔 火鍋啦 已經有夠豪邁了 菜館的齁 台灣頭到台灣尾 你真的 沒辦法找到很多個 所以他這個夠豪邁 這個我尊重他的飲酒習慣 但是幫他洗白人說 他不喝酒就不好了嘛 因為會這樣喝的人 你如果說完全不會喝酒 這次讓你拋掉了 喝不是這個樣子 就是不喝酒的人 偶爾會碰到酒 是 讓人拋啊 這中間你喝下去啊 那可能就拿個杯子 喝一下 意思一下 那整罐要拆了 還說可以一次拆兩罐 佩服 老實講 這也是很辛苦啦 就政治人物你在跑 真的要用這種方式 跟民主 沒有 明顯有沒有這樣喝 我就意思說 這種不是政治人物 一定要的辛苦 對啦 這可能是他的方式 我28歲選到現在 我也不太喝酒了 就不用去這樣子 這代表是他個性的豪爽 喝到底可以 但不是政治人物都要這樣子 政治人物要都這樣子的話 那一堆乾硬花都送到醫院去了 對 太辛苦了啦 因為我們就說 他在今天的記者會上 也特別抱怨啊 其實他也沒有就是說 強烈的含怨 因為他特別講啊 就是說三年前受到選民支持嘛 每天經營業啊 但是有人呢 每天坐在高級會館裡 成天飲宴招待 不用勤跑基層 就可以收割成果 這到底是要抱怨什麼 抱怨黨內嗎 還是抱怨綠營 有人要收割成果嗎 我們客觀來講 第一個就是 我覺得林芝廟搞不好 不是本案的核心人物 也許他有些狀況 他不見得是主導者 哦 那這裡面誰是 比較有可能的主導者 是楊吉雄呢 或其他或他子女 案件先排之後 我們就會看到 因為我們 我只引述檢察官講的 傳聞的 我不太想就用了 因為案件 我們看不到全貌 宜蘭地檢署的主任檢察官 梁光宗在一月份 搜查之後 有開記者會 他直接告訴你 偵辦的主體 第一是宜蘭縣政府 民國108年 羅東土地 免徵 這個增值稅案 第二個是 民國109年 羅東土地 都市計畫 變更案 第三個偵辦主體 是民國108年 他羅東鎮長的時候 108年 晚會辦桌 那個佈置標案 就夠小了吧 辦桌的佈地案 第四個標的是 因為有這些案 所以財產來源 說明不清楚 依法他必須說明清楚 他大概偵辦的主體是這個 那整個開始偵辦的期程 是在發動的兩年多前 所以大概是在108 107左右 開始發動的 而這個案子 很多細節 不是局內人 我們外面人評論半天 也評不到內容 所以這個案子內容 是不是有窩裡反 或者利益不均 產生有人 因為 廉政署是被檢舉 才去辦這個案子 才裂案去辦的 所以這裡面 如果有窩裡反 那我跟你講那就精彩了 因為裡面的人 才知道你怎麼分配的嘛 裡面的人才知道 沒有在那裡 外面的我們大概就是 根據偵辦到哪裡 評論到哪裡 所以根據梁光宗主任檢察官 做案情的 可以說明的部分 看得出來 這個案子跟蹤已久 而且是檢舉來查辦 所以是裡面的人 那回過來講 他今天為什麼 這萬壇 他唯一有萬壇的 對 其實是這個 我招招招到要死 這樣喝真的是招到要死 這樣採管 然後跑斷腿了 有人就在招待所會館 請客吃飯 就準備收割 對 這個有意思 絲然是綠 先排就知道 我希望 林志廟可以說清楚一點 因為 按照綠營在宜蘭的 大概也沒有會館 也沒有招待所 那這收割兩個字有意思 政黨政治嘛 林志廟就算採 採條條沒問題 民進黨也是要殺一個出來 他算啊 所以民進黨沒有收割問題 民進黨是一定會派人 就像我們台南市 不管是誰的優勢區 國民黨也一定會派人 這一定會派人的啦 我們不會講說 朱立倫來選叫收割 還是謝龍介來選叫收割 那不是 那個是政黨競爭的 必然 所謂的收割是 這檔本來我的 你現在要把我拔去 那叫收割嘛 對 那這黨內是 誰要去替代這個 一定必然提名的位置 對 這個才是他萬壇的地方 對 在搭配這個案子 是內部對 去檢舉連政署的 是 我覺得他們是誰在弄他們 林志廟他們應該心裡有數 對的確 所以現在這會不會是一個 藍營的內部風暴呢 來明顯怎麼樣看 這個林志廟接的記者會 當然我們就說他可以喊約等等 只是說他沒有提 那特別提到的那個 美人 有人每天坐在高級會館裡 真的讓人家高度的聯想 難道是藍營自己人嗎 沒有啦 你說譬如說 現在林志廟被換掉 然後我們換一個去 現在年代這個 是不是都算了 換將呢 就說換掉了 現任的把這個現名換起來 換一個 代替上去 你覺得這場仗好打嗎 有人願意這樣替那個代替上陣嗎 那第二個 就是這樣 議員每天年代要選 年代要選 議員一定會走 你說議員現在 自己沒在走 沒在走 我覺得很奇怪 一定會跑 所以議員 縣市議員 跑團 這是很正常 第二個 呃 說直接推出說 哇彼此要取而代之代替林志廟披掛上陣 我覺得推了太早了 但是我是覺得啦 其實我覺得你說呂國華的部分 他過去啊 他已經沒有 他已經沒有那個職位了 其實他已經一段時間很久都沒有出來走動 最近開始又走動 最近開始走動 那你說的議員的部分呢 議員都是跑自己的區而已 但是現在也有看到議員是在跨區的部分 國華出來跑就 其實自己都想要去收歌 沒有這有牽涉幾個啦 當然要看政治效應 到底要不要換將 這個大家在討論政治效應的部分 其實要回歸到主軸啦 還在看司法偵辦的進度嘛 剛剛講 不論是媒體披露 或相關所有出來講 包括定委員 剛剛說的 整個核心還是在158號那一部分 農地非農用還有土徵稅 100萬一部分嘛 就是說 現在兩個嘛 還是要看市政啊 廉政署現在偵辦 就是說第一個 如果用土利罪的話 是一到七年耶 那如果是財產來源不明罪的話 是五年以後耶 這兩個不管對一條都很重的耶 所以要看市政 掌握到底是怎樣 現在林芝廟當然是80萬交保嘛 所以我覺得看後續偵辦進度啦 現在在交保 第一個 到底說有沒有起訴 如果林芝廟被起訴的話 這個事情就比較嚴重啊 那起訴到一審判刑之間 如果一審被判有罪的話 那就有涉及到我們國民黨的 連能條款的部分喔 這部分到底要不要換將 國民黨就會真的會起訴 您先我有個問題 因為今天傳出說 藍營的議會黨團 當然是宜蘭 說林芝廟呢 只受輕傷 這真的假的 他對林芝廟選情這麼樂觀 我不會這麼樂觀啊 因為這兩個 我剛才說嘛 當然他的政治效應 這部分要看司法 偵辦進度 那現在包括這幾天媒體來講的 第一個 就是說他的偵辦進度 到底核心立場 到底要減掉掌握多少證據 還有第二個 我覺得是這樣 剛剛包括范老師在講 還有包括這幾天 其實我在很多友台都聽到說 林芝廟不會要批公文啊 那公文是女兒批的啦 還有這些 還有包括他跟楊吉雄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都有負面影響啦 我覺得現場還要出來多說明 你想我做這個議員 這三年我 你說我不會看公文 我每天看的公文 當然沒那麼多啦 我一天 市政部過來 大概有幾件都有 三到五件都有 你說不可以看 什麼單位大概影響程度多少 我覺得 擔任過兩任縣長 還有兩任政長 做館長做三年 你說不可以看公文 對你也覺得很多事情傳聞 你是不是應該要出來 我覺得現場相關 至少要做一定程度的說明 否則這些多少 都會受到正式的負面 你這樣解釋太簡單 人家講他不會看公文 不是講他不認識字 公文的受文則阻止他不會看 不是這個意思 那些公文裡面的 集數牽上來的 那些公文你到底知道不知道 為什麼要由他的額 你子女來帶你看 要由他的助理來看 然後告訴他 那些公文是他批的時候 要怎麼批 所以才會傳出說 國中跟我說 才會批說公文裡面 竟然還有鉛筆寫的被子 就是要給他批的參考 都沒有擦掉 那就是問題是說 這份公文裡面 裡面的東西是什麼問題 所以要算明 你說什麼有鉛筆 簽過 還要到原子筆 這樣要描 我覺得這個 對一個政治人物 不論是什麼層級的政治人物 都有傷 所以要出來算明 來 范老師 那你怎麼看 藍營議員黨員 竟然說林子廟只受輕傷 現在看起來 都是覺得傷很重 為什麼藍營會說 是只有輕傷而已 我現在比較擔心的就是說 現在到今年年底前 可能宜蘭的縣政 都會半癱瘓狀態 因為這個縣長 那他命令出不了縣長事啊 下面的公務員怎麼看 下面的公務員 一定跟你保持距離 以策安全嘛 那時候我被你牽扯進去 我被 現在已經處長級 幾乎都被約談了 接下來會不會科長 也有科長被收押的啊 那現在會不會是科員 那這個縣政府怎麼運作下去呢 那我們要一直這樣子空轉到了11月嗎 所以我因為現在 林子廟在整個縣府 大家看到他 就像溫神一樣 沒有人想跟他接近了 那你怎麼推動縣政 所以我覺得這次我覺得 一個縣政如果說到11月 現在還有將近八個月 九個月的時間 八個月時間 那整個空轉 我覺得對宜蘭來講 是很傷的啦 所以我是真的覺得啦 林子廟你要不要暫時 先請辭算或請假 否則你這個縣政推動不了啊 由副縣長來擔任 現在蘭茵在擔心 是不是壓垮一個最後稻草 壓垮選情 因為我覺得 你林之廟的司法問題是一件事情 整個宜蘭縣的縣政的發展 是另一件事情啊 現在每個地方都在拼命的建設 熱火朝天的 你現在宜蘭也要有高鐵進來了 可是你現在一個縣長 沒辦法處理公務 這是很麻煩的事情 再來我還去看 我代表去看的 你知道那個采館 那個紅鹿 紅鹿的確是宜蘭的縣酒 因為他早期是在中國的這個 福建的安息 1909年宜蘭 宜蘭酒廠正式成立 開始開做這個酒 的確很有歷史性 可是你說他不會喝酒 那這個照片 我看這個照片可能還不只一張 因為豪氣甘雲啊 一般男生要這樣采館 那不容易還跟女生 但是我遇過 會喝酒的女生 其實是比男生還厲害了 所以說表示他的 他的酒量非常好 那你這個時候縣政府說 他不愛跑脫啊 不常喝酒 奴隸為憲政 那這個照片出來不打臉了嘛 所以我會覺得 他的縣府 他的縣府在做這個 危機處理是不合格嘛 你好歹找 講找一個 大家比較能夠接受 因為據了解 最近從這個 他第一次被搜索之後 他的我聽到的 他周邊的幕僚 看到餐廳 有人在聚餐 就會通知林志廟 林志廟不請自來 就是看到蔡林有人在聚餐 他就去了 然後就訴說 他是被冤枉的 他是被民進黨司法迫害 就是不一定他認識的 他的幕僚看到 蔡林有幾個人在 一桌兩桌三十三 那種辦尾牙 他也跑去 這基本上是什麼 他用這個方式 好像像小蜜蜂一樣 跟大家說明嘛 那你說他不會跑脫嗎 他去那邊不用喝酒嗎 所以拿這個來當作理由 很快就被打臉 被揭穿了嘛 比你不講還好 因為你當你講完之後 說林志廟好像每天 每天都回到家裡面 看公文什麼的 都不去跑脫 結果一個一個被揭穿 那不是四得其反嗎 那不是提油救火嗎 再來關心國民黨 台南市長初選 因為這謝龍介 表態爭取之後呢 震撼藍營 那先前傳出國民黨 好像是內定誠意性參選嘛 那這讓謝龍介 當然會覺得自己的聲量 跟這個民調各方面 顯然一定是贏過陳以信嘛 所以呢 那現在到底國民黨 是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呢 是用民調嗎 還是用協調呢 那謝龍介好像昨天下午 有跟黃建廷見面嘛 針對初選的問題進行溝通 來龍介議員 今天早上你也上廣播專訪 有提到說說 讓陳以信呢 兩個月去衝民調啦 看起來你 你是扭的嗎 才有起批 你是認為自在必得 不是這不是扭嘛 就是說 黨這一次是要多一些年輕人 確實在世代交替 民進黨做的是比國民黨好 那很多民進黨現在進入到 年輕人進入到民進黨裡面 那因為政治很現實嘛 像這個立委 不可能幹一次兩次就換人嘛 所以慢慢的民進黨在這邊 年輕人也會塞車嘛 所以這個時候 年輕人要重振 他如果來國民黨空間比較大 所以國民黨這時候 願意讓年輕人比較多機會 是好事 所以台南七年 不過這一次中常會通過就是說 沒有初選 因為副總統在民進黨就是說 他接種他沒有希望亂 所以他沒有初選 盡量不要初選 不要初選 我要稅給你不要選 這個吳大哥你不要選 給煩老師選 起碼煩老師的民調要比你更好 過去國民黨跟民進黨 要有一個依據 都是這樣 雖然沒有初選 但是會做民調 譬如說 台南七 現在是沒有做民調嗎 有 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 所以他沒有 國民黨的中常會通過 也是說 協調 民調 真正都沒辦法 也是可以辦錯選 怎麼也不可以辦錯 你之前是聽說 是當來不要 不要重選 也不要民調 我用內定的 我沒有去聽說 中常會 拜三通過之後 我拜四就選擇 這樣我參加這個機制 就協調機制 協調機制 當然後面有傳出說 有年輕人 他是比我比較年輕 要算我說這好事 所以我曾經 這個秘書長說 那如果是 要給年輕人 我認為 我認為也是 對國民黨是好事 但是你要知道 選管市長跟 選立委不一樣 立委就是 一宿的立委 去扳贏 扳輸 但是管市長是 雞母雞小小小有關的 台北市長就是 跟台北市議員 各作為 台東市長就是 台東市議員 各作為 台東市長也一樣 所以你選管市長 有母雞的角色出來 對啊你雞母雞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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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將心 understand 當然是 這幾年我也經營 我跟我鄉頂空同 Catholic的 それ同僕同胞的 我們同一個同胞 六算同一個同胞 所以 平一平這樣經營出來 這你可以 我覺得 我講的是 奶也一樣 奶也一樣 氣壁比較聰明 所以醫力的資歷各方面 你都贏過誠意性 所以你說應該是你來選才對 現代民調是這樣 所以我不敢說 那若是年輕人 他如果有心目 進去地方走一下 他進去走兩個 我要跟秘書長報告說 進去走兩個月 大家再來協調 他如果兩個月走到沒了 我走兩個月 他也走兩個月 他比我更高 這樣不再來協調我們 你看兩個人民調 台南市民的林董 這樣可以深福靠福 如果沒有 要怎麼扭 我有一個扭 就是說 戰略高度 你的戰略管道就是說 民進黨希望割前北台灣 如果割前北台灣 國民黨可能像高席以下 國民黨可以扭去割前南台灣 如果南台灣扭到一般年 贏一貫 這樣就變15席嘛 如果割前中台灣 這樣兩邊在12席 這就是大概戰略 他希望在北台灣 就是說你如果贏 南部要有一個人是一個 可以帶動的那個 所以我不敢說 如果是主席議家親徵 台南還是高領 這叫戰略高度已經超過我個人 參選的國度了 但是你如果說人家就懷疑你是選金或選嫁 人家就說你的決心 來 我跟你說 關鍵問題 這是大家民進黨為民進黨可憐 我國民黨為國民黨可憐 這個戰略比我更高 我就不孝敏 我要再檢視什麼 人家會變公 你不做事嘛 一個黨主席 他是離空離屎 很有可能 生為孝順的人 他願意去台南高雄 那種感染的山區算 你兩次又在那裡 三百二百 你是在說 我變我沒得理去嘛 所以那不是說 我在真的跟假的 那叫做 他願意這樣 全國難贏輸起 你會上來嘛 如果對離空離屎 難贏輸起是 真民家分 我怎麼可以去 當這個一頭呢 對不對 他如果說 如果主理論沒要選 來 你聽我講 還有一種就是說 他告辱到 這是好期 但是他如果是 統領委員 坐在北冠中裡面 指揮全國 他怕北部亂 這樣也因為 這個如果好期 你沒了 沒了 沒了就是 抱歉 你要把我協調 你就 民調你贏我 不要說贏我 扁扁就好了 所以說這是你的看法 朱立倫 主席有跟你交通過嗎 現在秘書長就 秘書長當然 他的標是太多了 他說 那是什麼 是秘書長先派秘書長跟你親民 沒有 秘書長當然 秘書長是 國民黨 秘書長就很大 他先派我親民 他就是 倒加鼓勵 這麼多人在困難的選手 過去找不到人 這般這麼多人要出來 替擋拚 好事 第二 積極協調 積極協調 那個生意性的事情 到底是怎樣 是有人叫他 叫他算是嗎 沒有啦 他要為市民 給我好事 有人推薦他出來算 也好事 這是什麼呢 這個就算了 後面 後面才會知道 這個地方 不要說穿順順 你如果在那裡 有大國 大家聽就知道 所以這是一個感染困難 可以說是 冰天索地 如果要開出一個 美麗燦爛的火 我跟你說 你說拿贏的火 對 這是困難中的困難 但是我的台度 就是說這樣 我不會讓支持者失望 我會在那個 陷中救一生 現在對於這個藍營來說 台南很難選 所以呢 國董哥 怎麼樣看這個龍介議員 他是破釜成舟的這個破例嗎 還是說是希望朱立倫下來選呢 也難怪外界就說 他好像受到委屈 所以呢 是要給朱立倫挖坑嗎 現在傳言很多 不過你剛剛 謝龍介的講法 確實是理由很充足 當然你在協調不成 大家就比民調 你不可能說 徵召一個民調 比我低的人 來出來再挑戰嘛 那你這個黨中央的選舉 戰略到底是怎麼樣呢 尤其他剛剛講 要佈軍在南部地區 才可以把南部地區的選舉高槽掀開來 這個是正確的 這叫做選舉的大戰列 不是指極 旺在看在台南是一個小地方而已 但是我們必須要認清楚 國民黨究竟是不是要把台南 是當成艱困選區 如果是的話 那我們就開始要有討論的空間 怎麼講呢 陳隱信是不分區 你剛當不分區的立法委員 他如果是在地經營選出來立法委員說 你現在爭到他來拼 大家鼓掌 你是不分區的 不分區在這段兩三年裡面 對台南市的整個在地的這些服務 到底有做多少 人家都不認識 所以陳隱信的政治能量跟謝榮介差太多了 對 就是這點注目的差 你要說服謝榮介這個 除了說陳隱信答應了 我當選當然是最好的 我若選的話 我一樣在地生根 下一次的這個區域立委我來挑戰 區域立委 我為黨打三次 區域 這樣就好了 你要知道我不是在北部選 我是在南部選 南部要沒辦法 人力差很多 我選三次 也就是說農介議員 以他在地 選立委都很困難 現在去找一個不分區 沒有選舉過的要來選市長 這是沒有錯 這種決議 以他的經驗他有選三次都沒有當選 表示說台南地區 連立法委員的挑戰 都很困難 尤其現在是市長 那你現在我就不知道說 如果租立委的考量是什麼 到現在人家搞不清楚 可是陳隱信是信心滿滿的 信心滿滿 他一定要去 因為陳隱信現在不能放棄 一放棄的話 他下一次連七也別想 不分七也別想 所以對陳隱信來講 這也是背水一戰 大家已經把他們兩個都拱在這裡了 那今天好了 其實龍正講說兩塊塊要讓你遭遭 這個對政治人物來講 這好像有一點把他看低了 你兩塊塊就有種意外 我留你兩塊塊你去找 如果我的市長 我可以去馬上開始留位 我不用留現在來拚 我告訴你五次 我不知道這樣啦 我們要說清楚 就是說 如果要用現在 現階段調的他輸 現階段 我贏我不行說 現在我贏就一定要我 這樣當然對我們也沒有公平 對 我說現階段是 坦白說就是我贏了 如果這樣 沒有我們兩個月 大家比 上一半 我們先的初選 對不對 隱信初選 對 來 來范老師怎麼樣看 現在國民黨是打得荒槍走板嗎 有這個在地經營這麼久的 龍介議員不讓他選 然後讓一個完全沒有選舉過的 陳以信 下去台南選市長 我是不希望 是原來是陳以信跟朱立倫的一個 政治案盤 政治交易